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游戏叫做八个台球 没有错,这个名字非常的耿直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八个台球 因为台球好像不止八个吧 这是一个很让人费解的事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追究了 这地方我的对手想了有点多 我看看我要打哪个球呢 因为上来已经进了一个就是带有白色的这个球了 所以肯定我俩现在目标都是打进一个带有白色的这个球 然后来夺得这个先级 但是感觉有点难打 我在上初种,不对 高种的时候感觉会打台球的人挺帅的 因为就是就感觉他们挺潇洒的 后来我到了大学自己玩才知道啊 玩的不好那是真的丑 没有错,我就是这么感觉的 我到现在还是这种感觉啊 我就感觉玩的不好是真的丑 这个地方我打成放弃了 我直接打这个石的吧 但是我的白色也记得了 所以说还是没有决出来我俩打哪个球的颜色 这个地方这个老哥又开始了 他应该是想打这个石的了 不,你这人能不能有点追求,有点坚持啊 简直无语 他还一个没打进,他把球拳创开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得想一想了 因为现在石球和这个白球吧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数量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选择打石球呢 这个石球有一个球的位置比较不好 就是这个橙色的 他卡在这个对面的球旁边了 这地方我还是没 就没想到选择打什么 但是我的时间到了啊 对面任意球随便摆 这个地方 感觉这个游戏设计的这个时间有点短 因为我每次调制这个杆都比较费劲 他选择打石球了 那我应该是炸了 因为他这个石球的位置比较好 比空白球好一些 空白球的这个位置 有好几个就是 主要是离太近了 有两个 然后还有一个在那个紧边上 他一下成功打开了 这下我就更难打了 因为本身吧 我就不太会打台球 纯粹就是下玩啊 可能打的有一些地方比较难看 我希望各位朋友们见谅 这地方大力出奇迹啊 我说是是猛的 这地方我承认 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吧 这地方没劲 还给他打进一个 那基本上应该是没了 他这个球的位置都挺好 他这个除了这个纯蓝色的这个球 位置可能不是那么太好以外 别的球的位置都非常好 他应该选择打这个绿的吧 他要打蓝的话就有点非劲了 他应该是打绿的 然后再打那个总色的 然后再回头打这个蓝色的 那这里面他只能打蓝色的了 就看他能不能进了 他那个总色的肯定是碰不到了 他要是想打总色的 会先碰到我的球 这也能进 哥你也开挂啊 咱慢慢玩 他没有进 我还有翻盘的机会 我应该先打这个紫的 但感觉打完紫的之后 别的球就不太好进了 打进一个紫的 想慢慢打这个绿的吧 我感觉这个绿的好进一点 黄的也行 看一看 但黄的不太好操作 因为离的有点远 还是打进了 我这个手法应该还可以 勉强能看都没看 不是特别差 这个地方我还剩两个球 他也剩两个 如果这一次我失误了 应该他就一杆全清了 完了失误了 而且把他的这个几个球 喂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上 那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了 输掉了比赛 接下来就看一下 对方的这个精彩操作 应该是全能手吧 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的游戏呢 叫做 八个台球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玩的其他游戏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 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